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电视辩论之后呢 那么整个表现呢就非常糟 很多人觉得那是一个灾难 灾难呢 那么原来支持拜登的人呢 现在都发现拜登真的太老了 所以很多的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啊 那么就自动自发的在百股面前举的标语啊 或者拜登的家里举着门口举行标语 说呢我们爱你 可是呢是你该交棒的时候了啊 但是那么上层的民主党大佬呢 也对拜登施压 所以前民主党共和党的主席培洛西 就直接告诉拜登 你如果再继续选的话 那会是个灾难 你拖垮整个民主党啊 那么参议院的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呢 也是告诉拜登说 你要不再思考一下 所以拜登忽然发现 他的圈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呢 那么他就把他的几个重要幕僚 那么找来开会 那幕僚就跟他讲说 总统先生事实上没有赢的机会 各个民调显示不会赢 不会赢呢 这时候拜登当然心灰意冷啊 那么你说民调不会赢 金主说如果选的话 那我就这个不捐钱了啊 那么党内的大佬呢 那么佩洛西告诉他说 你不要拖垮整个民主党啊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 最先支持拜登选总统的 克林顿夫妇 现在也开始动摇 也开始动摇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内外交迫 所以拜登当然总做出最难的 也最痛苦的一个决定 说不选了 他以前是讲说 除了上帝之外 没有人叫我不选 那现在呢 显然做了很大的一个让步 那么让步之后 那谁会接替拜登呢 当然目前在看的就是 拜登的竞选打党贺锦丽 那么贺锦丽 当然要看经过 如果党内必须要整个搞定 那那佩洛西就主张说 拜登如果不选的话 这应该是开放啊 大家来竞争啊 那所以党内有些大佬 本来是有不同意见 可是原来被传说过 会那么担任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 那么这些政治人物 包括一些参议员啊 州长啊什么的啊 那么那么他 现在几乎已经放弃 跟贺锦丽竞争了 根据媒体报道 他们现在重点就是 怎么去变成贺锦丽的 敬血大胆 贺锦丽本来是 副总统的候选人 他现在如果变成 正式取得总统候选人的 一个机会的话呢 那他他 那后面有没有机会 我们几个去争取副总统呢 所以那个情势变成这样子 那贺锦丽到底有没有机会赢呢 各种的分析都有啊 那对贺锦丽比较不利的讲法 就是贺锦丽 他基本的资历都是检察官 都是检察官 所以他最强调 就是检察官过去的这个经验 可是你想说 美国过去总统选举出来的 多半都是参议院里面的 或者是参议员 或者是州长 参议员也好 州长也好 他们都能够很清楚的描述出 他们对未来的前景 我想把国家带到什么地方 但是 这个检察官出征的贺锦丽呢 他大部分的经验都是检察官 所以他着于表达 他很烦用接地气的方法 来说明很多很多政策 而他们不会说明政策 更不论说对政策来辩护 所以很多人觉得 哎呀我们也不太看好贺锦丽啊 那么贺锦丽呢过去在拜登的时候呢 那么拜登就认为他说你去负责这个边界的这个问题 和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 而贺锦丽居然连边界都没有去过 那是讲的那个政策也也没什么用 大家觉得你要给你的移民政策你搞得这么糟糕 搞得这么糟糕 那么其他的拿得出来的一些政策也似乎没有 没有个人的魅力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要打赢川普似乎有点难度 你只能标榜说我是检察官 然后川普呢 他是一个炸鸡犯 检察官对炸鸡犯 比如这样子 那除了以外 他找不到非常很漂亮的一个论点了 来支持他的这个位置 或者他为什么有资格去当白宫富人 那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势 那么贺锦丽选出来 他胜算不见得很大 但是共和党这边呢 要为自己新的这个情势感到嗨 所以这就我们讲说 紧接着就是拜登宣布辞职的前几天 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然后就正式提名川普 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 那川普也介绍 他的这个竞选的竞选的这个伙伴 那么是是欧海尔州的年轻的参议员 叫范斯 他就从这才才一年半 一年半非常的就第一届的参议员 可是呢 他有几个大的特色 那我们一般看的媒体 讲他的特色就是 第一个他出身非常不好 所以他是一个美国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产制者 所以你选他让很多的低收入者 秀石州 就是钢铁秀了这个秀石州 没有用的这些州 经济情况糟糕 那你个范斯出来说 不说我们也出现范斯这个人 而范斯这个人呢 他代表是印度裔 所以不管是拉少数民族 不管拉这个中产平民 那么这个范斯当然都能够加分 但更重要的是 川普的小儿子和这个福斯电视台的老板 告诉川普说这个人好用 为什么 因为他很忠心 那对川普来讲 忠心是第一大的一个标准 那他很然符合这个标准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主党内部还没有存在落定 如果真的是贺锦丽出来 那谁这个警察的副手 就在看 那共和党这边呢 那咱很明显的吧 那咱就是川普跟范斯这个团队 这团队 那么因为川普他基本上表现非常的一个功利 这个动不动就是用做生意 用本钱的这个角度来看各种国际关系 所以也有媒体报道 既然川普可能再出来成为川普2.0版的时候呢 那欧洲各国就要先做准备啊 那如果川普跟我谈判 我能够给什么啊 优先顺利怎么排 很有意思 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点了 所以我们看到上里面美国总统选举的新闻 那第二个人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的就是 越南总书记软富重 在19号去世 那为什么跟我们有关呢 因为我们不是新南向啊 新南向很多的这个财商投资就进入到越南 所以越南如果政局如果有出现了和不安的话 那当然大家就非常关切 我们晓得越南的整个政治的领导班子 他们叫所谓四驾马车 四驾马车呢 那就是越共的总书记 然后是总理国家主席 还有这个国会的这个主席啊 这个国会议长 四驾马车 这马车里面呢 当然你看到是总书记的权力还比较大 那这个这个软富重呢 更是如此 软富重呢 在13年前就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 也就是13年来 他是在越南真正享受非常至高无上权力的整个领导人 那他借着反贪腐的政策呢 拔掉了很多南方的一个政治精英 南方的一些贪污犯 这是实话 但是很多反对他跟他挑战的这些南方的这些精英呢 也一直被这个寒蝉效应 说牙子不敢不敢动 那么他反贪腐的精英 他把他整个的党的这个权力拉高了 可是问题是 他也用北方的势力整肃了南方的势力 但是这个反贪腐的行动 后来炮火触射 也射到他自己的一些人 原来他原来安排的国家主席叫武文赏 非常年轻 那武文赏才52岁53岁左右呢 本来是决定要接班软富重啊 就后来又被人家宣执来 他过去十年前担任省长的时候 底下有人贪污啊什么 并不是现在 而是十年前 那可是一样被揪出来 一样的下台 那下台所以软富重啊 他几次要培养接班人 但几次都没有成功 都没有成功 就他身体也不好 身体不好 所以他的趋势并不是特别的意外 可是并不意外 可是他并没有安排好 后面谁接班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 我们刚刚讲四驾马车 四驾马车向总书记去世了 那谁来代理总书记呢 根据整个常规呢 就是找国家主席来代理总书记 那国家主席呢 苏林 苏林呢 他本身是公安系统出身 然后他也是这个软富重反贪腐行动的一个得益的一个大将 他这样可是他现在代理以后呢 他就不能够把反贪腐这些推到太过极致 那刚刚我们讲过 因为北方要整南方 南方现在寒传效应 很多的技术建设啊 很多很多的工程啊 就不敢包 什么事情不敢做 不敢做呢 反正是北方的这些政治精英啊 哎 他们比较抓得住 你看潮里面的整个风向啊 所以他们也有比较多的资源啊 不管是港口也好 高速公路也好 他们都做的不亦乐乎 那这是北方 尤其是哪 哪个地方 海房 所以很多财商 就跑去海房投资 也是这个道理啊 好 但是海房投资 而且海房呢 距离中国大陆 广西比较近 所以他直接可以跟广西买电 因为越南是非常缺电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大批人的投资工业转到越南 但是你必须保存他们主流的电 那么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么北方的很多电市 很多的经济发展就往北方走 可是那苏林他带领以后 他必须表示 他可以让这个经济发展 要反贪腐维持着平衡呢 所以他在整个反贪腐的行动上 就必须有所收敛 那么你设驾马车里面 总书记那么去世了 国家主席来支持总书记 代理总书记 那可以竞争的 还有一个是国会议长 还有一个就是总理 可是国会议长 也是刚刚在商人了多久 那剩下就是总理了 反民政 所以能够跟苏林来对抗的 就是反民政 那反民政 他在苏林 他现在重要的是说 压着滑水一样 那我先拼命的稳住情势 然后稳住经济发展 告诉国际上的投资者 说越南虽然是总书记去世 但是政策不会改变 依然在中美俄中间维持平衡 然后继续创造经济奇迹 这样子在2026年十四大的时候 苏林才有机会正式变成党的总书记 但现在2024到2026中间还有什么新的一个政治的变化 这都很值得我们去关注 所以两个政治的新闻 我们就想要做个整理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